受疫情影响的台东监理站取消 原本这个月要到兰宇绿岛进行车辆定检行程 有民众陆续收到逾期定检红单 担心会被受罚 监理站强调说车主只要在下一次有完成验车 监理站会专案处理 请离岛的民众可以放心 台东监理站原定本月到兰宇绿岛进行车辆定检的行程 由于疫情搅局决定延期 不过这么一来 离岛居民车辆的检验工作就出现了问题 为了让民众放心 监理站也特别做出说明 有关于台东监理站原本预定于三月至绿岛 及南里办理下乡服务这个部分 因为武汉疫情的一个因素 那办理延期 那延期期间各位乡亲如果说到 因为车辆预期检验的红单的这个部分 请各位乡亲不要去讲纳 只要持着红单 在下次我们监理站登岛服务的时候 在验车的当下交给我们的服务人员 这些红单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做一个专案处理 那各位乡亲对预期检验这个红单的这个部分 就不用担心 台东监理站也特别提醒民众 有监理相关问题 也可直接拨打台东监理站的电话洽询 记者看俊伟台东市报导 你不可能会输筹 下面的这个 multiple estab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